欢迎收看本期的猛猛说客机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毛豆 随着网购越来越被大众普及化 现在的年轻人逼其外出购物 更愿意坐在家里拿着手机 在某宝上刷刷刷的几下就完成了购物 接下来就是待在家里 耐心的等待着快递小哥把货送到 这也就导致了快递行业突飞猛起 尤其是各种活动打折时期 而在众多快递公司当中 顺丰可以说是走在高科技的前端了 这部他们日前竟用起了我国的首款大型货运无人机 这架无人机就是中航工业西飞研究所 和中国科学院研制的大型货运无人机 据统计该无人机满载重量为1905公斤 搭载1000公斤货物时可自由飞行2000公里 最短起飞距离仅为32米 最短降落距离为50米 在载重量大于飞机自重的情况下 起飞距离需要220米 降落距离则需要166米 因为是无人机 所以可以实现不依赖飞行员的省级支线运输任务 这样想的话 顺丰有了这个武器那可谓是鲁虎添翼 再也不用怕我们的快递丢失 或者在运输路上着火等情况的发生 换句话说 有了快递行业这样巨大的民用市场 未来这款无人机肯定会发展的更好强大 在客户运输 航拍航测 抢险救灾等多种领域 都有广泛的用途 光想想就觉得很兴奋呢